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有看到 有一位小姐在烧精纸的时候 结果整个就烧了她一身 烧头发送到医院 36%都被烧伤了 那么现在接近过年的时间 大家很多人要烧铅抓 要特别的小心 尤其烧铅抓的时候 都不是在家里 在你们家门口 外面天气最近又湿湿冷冷的 特别是现在很流行 大家羽绒一往身上一穿 哇 这种材质呢 燃点滴是最危险的 提醒大家要特别的小心 那样材质容易起火 我手上这个是棉 另外一边是普遍的化学纤维 我们先做点火测试 首先我先烧棉 哦 身子烧得蛮快的 再来我们测试化学纤维 再看一次当棉部碰上火 立刻燃烧 更恐怖的是 当火碰到石化纤维布料 有如恶火扑羊 石化纤维布立刻燃烧 最可怕的是还有溶解状况 会溶掉会粘在身上 反而更危险 这个粘在皮肤上的话 就更糟糕了 像史琳娜那个事情 那你这一块把它拿起来皮 也跟着起来了 所谓的溶滴现象 会出现在常见的石化纤维布料 像是尼绒 锯脂纤维 莱卡 雅克力布料 都是属于极易燃布料 高温下产生溶滴液体 会附着在皮肤上 橘烈歌手Selina穿的丝袜 就是石化纤维 高温溶解会加重烧伤面积 问题是 现在衣服真的很难不避免 有石化纤维 是60%的毛 羊毛 30%的锯子纤维 10%的人造纤维 会易燃性 当然比这个100%的锯子好多了 再换另一件上衣来看 有45%的棉 55%的牙克力纤维 化学纤维比例高了一点 就有可能有易燃性 万一衣服真的着火 正确动作是立刻脱下衣服 就地打滚 熄灭火苗 再拿其他衣物或布 盖住火势 错误的行为是奔跑 或者是直接拿灭火器 对着人喷 由于现在天然的棉麻材质 越来越少 很多衣服都会添加 石化纤维来代替 所以买衣服 切记要看仔细 标签 还有要避免高温环境 免得真的热火上升 中天新闻刘家伟人一方 台北报道